不只臉書可以按讚 現在連看電視也有按讚的功能 拿起遙控器按下藍色按鈕 就可以對喜歡的節目按下讚了 不僅能按讚 遇到不喜歡的電視節目 大力按下遙控器爛按鈕 打開電視也能表達喜歡心意 這些data上傳網路 透過大數據 跑出另類的電視收視率 所以你可以知道說哪個時段 然後比較多人看 他就是創辦人吳有順 資深的IC設計廠工程師 靠著2000萬創業 開發式的Enjoy系統 親手設計網路IC版 賣起了電視盒 今年開賣賣出5000台 就是要改變台灣的收視率模式 收視率調查有很多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 我們希望能夠做一個公開透明的 然後是雲端為基礎的 一個即時收視率調查 這個互動電視盒 結合了傳統電視頻道和APP影音網 觀眾可以隨時按讚或是按LAN 收視率每天秀出來 目前擁有戶數只有1400戶 數量明顯不夠 但能計算出平日下班時段 使用者多半看電視 到了夏日就會選擇APP影音看影片 目前Sense有提供這些功能 但是比較是外加的APP來做提供 而不是像說蘋果或小米 它本身自己有提供所謂的 Content內容 想要PK蘋果電視盒 HD的高畫質內容 使用者付費看影片 至於小米電視盒價格親密 還能提供免費的影片 而這款台灣設計的電視盒 像顛覆傳統收視率的計算 但樣數明顯不足 大數據電視盒切入市場 還得看長期的使用戶數 多不多才能支撐數據的可用性 記得鄭德州 陳昕 台北報導